獨裁政權最尊的是不問是非、知識叫血的敵人 他們最大的VIPA 獨裁政權可以藉著他們告訴老百姓 自己是唯一可以幫他們脫離敵手的救世主 民主制度最害怕的 就是一些不懂思考、親疏有別的選民 他們投票只投一個黨 對家永遠是錯 投機政客上位全靠他們 敵人擊敵人就是最好的朋友 但是離地新聞就不跟你說這些 離地新聞就跟你說 外國時事、歷史、文化用常理出發 而常理是不分左右的 多倫多是一個多元的城市 離地新聞也都一樣 只要你不是潑虎馬街 意見永遠接納 逢星期四晚六點半 要管世間市 必先識世間市 好一星期二過 又到了離地新聞的時間 大家好我是Tetus 我是Alexis 蕭振華 好了 闊變了半年 對了 你也相當繁忙 很忙 所以我們的主持人 有時真的忙到一個地步 我們試過停一閘 因為實際太繁忙了 但你也回來了 我們當然是直入 我們首先 頭五至十分鐘 讀觀眾來信的時間 我們上個星期 講美國和伊朗之間的 堆牙齒忍 講了不少歷史 也講了當時很多情況 然後我們非常多謝這位網友 他叫Mil Michael 他的網名 跟我們留了一篇 來自Foreign Policy雜誌的文章 就說 其實 其實 英美和伊朗的仇恨 64年前已經發生 這篇文章叫做 64 years later CIA finally releases detail of Iranian coup 是2017年的文章 首先想說一下 離地新聞的觀眾 質素相當高 是啊 Foreign Policy的雜誌 都非常精彩 其實他在說的是 1953年8月的一次兵變 其實 講回那次背景 背景是什麼 其實沙地阿拉伯 你知道當時生產石油 其實現在也是最主要的兩個國家 沙地阿拉伯和伊朗 他們兩個也是世仇 沙地阿拉伯當時 1950年的時候 逼美國和他簽了條約 雙方石油的利益對分 5050之後 當時主力控制伊朗石油的英國 又想 又受到來自伊朗本身的壓力 就說想又是對分 我需要多些權力 在石油生產的政策上面 於是 當時的伊朗首相 叫做 莫沙尼 不要怪我讀錯 他就說 要逼英國跟他簽一個類似的協議 英國就不像美國那麼順滕 於是就跟美國CIA合作 就搞一場兵變出來 這場兵變叫做 美國的名字叫做 Operation Alex 就是CIA的 Involvement Operation Alex Operation Alex 不是Alex 不是Alex Ajax Operation Aj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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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當時這個首相 莫沙尼在1951年 將伊朗的石油業收歸國有 令到英國沒有聲音 英國當然想推翻他 兵變就在1953年8月15日開始 不過莫沙尼先下手為強 先拘捕了一批兵變領袖 當中的首謀就叫做 法士歐拉 薩希尼就躲起來了 他沒有被捉到 而當時原本想著兵變之後 會捧他上台的國王 Shar 這樣就流亡去了意大利 因為兵變失敗 於是中情局8月18日發出電報 就叫當地伊朗的CIA特工 Call off啦 他這樣說 那篇電報這樣寫 他說 Operation has been tried and failed and we should not participate in any operation against Mossade which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United States 害怕了 但誰知道 當時在伊朗的首席 CIA特工 Kermit Roosevelt 就不理這份電報 就照做 他說 No, we are not done yet 於是在第二天 於是在第二天 中情局收買了兩批人 兩批暴徒 一批就是支持 手上的TUDET的黨的支持者 就說 我們要發動共產革命 於是就攻擊當地的商貿設施 商店 市場 市場 之類的 CIA聘請 就叫那些真的TUDET的黨員一起加入 於是就激起民憤 於是另一批CIA支持的暴徒 然後呢 就說 支持沙的 就是國王 就走出來 就跟他們在街上開片 左袋和右袋 是的 然後呢 薩希迪這個將軍 就看到 原來 原來 那些民眾 其實已經因為那些TUDET的 已經 激起異憤 所謂 於是那些民眾就全部加入支持沙的那幫暴徒 然後呢 就去攻擊那些親共產革命那些人 結果 薩希迪就用這個勢就純粹推舟 就派親自己的軍隊去打政府部門 結果呢 就沒有沙地 最初就在坦克一炮轟到他的府邸之後 就逃亡 但是到最後就無路可走 結果呢 就去投降 於是呢 穆沙地就做了三年首相 就被推翻 然後呢 政權就落行沙 直接統治伊朗 這樣呢 就這個 有功的這位將軍薩希迪就做了首相 於是呢 就開始了 伊朗由1953年到1979年 這個 這個 這個王權 這個絕對王權 而這個 就令到伊朗的一般民眾 對英國和美國本身的壽視越來越厲害 終於 煲一下煲一下煲到1979年 就霍梅尼就發動這個革命 正式推翻了這個沙林 變成了一個穆斯林的國家 是的 所以其實 你說英國和美國是否完全沒有 伊朗現在變成一個完全反美的政權 英美是否完全沒有責任呢 又不是完全沒有的 原來 是的 這個是很明顯的 CIA在搞搞陣 這樣 這個也是在過去歷史的幾十年 美國其實就是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領域做了一些不同的 對自己可能 有些人說可以維護世界和平 也有些人覺得他可能內裡還有其他的文章 是為了某一類的興趣 是的 在那個地方就有些控制力 所以不得而知 但是說到六十四年後 時至今日 我們這位聽眾 說起那個淵源 你不說我 我真的完全不知 是的 他真的給了一篇這麼好的文章 所以我們大家都折選了 應該拿出來分享 折選出來和大家說兩句 我們讀訊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首先就是歐洲 因為這個周末歐洲大選 歐洲議會大選 究竟有什麼結果呢 我們回來再談一談 好 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之一 其實我們今天就會去歐洲議會講大選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歐洲議會自己本身 其實不太強 其實權力不太大的 老實講一句 其實個別國家他們自己的國會權力 就永遠大過歐盟的 歐盟的國會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歐盟的國會原本最初 就純粹是講人權的 就是考察這個歐盟成員人權狀況 討論人權問題 派引人權觀察執委會 提醒一些國家和公眾輿論 種族主義排外思潮提高警惕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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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大空的 但是其實隨著 因為它是歐盟裏面唯一一個全民選出來的組織 以至現在最初歐盟成立的時候 很多的規定 其實是20 英國還可以選擇 28國 28國一起 國家元首討論 然後就做的 但是現在的情況 因為它是一個直選出來的身體 所以現在很多歐盟的規定 多數是講的 例如咖啡杯裡面 咖啡有多少成咖啡因 那些 環保 環保 健康 健康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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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 這些 例如神根公約 國之間 怎樣安排 這些 這些 全部歐洲的 規定 就由歐盟議會來去決定 當然 這個決定權 仍然說 它的決定權是不及 國內的 所以其實 歐洲議會 這個選舉 在某程度上 作為 他們自己各自國家裡面 國會 例如 寒暑表 一種民調 即是 給各國 他們自己參考一下 那如果 你自己的黨 歐洲議會選舉 輸了的話 那你自己要想清楚 你不會馬上倒塌 但你要想清楚 你之後的施政 如何爭取民心 好 那我們首先 當然 我們會講 一些數字 其實如果大家看 看回歐洲議會的數字 你會看到 如果以全國歐洲來說 你會看到有一個trend 中間偏左 歐盟裡面 歐洲議會裡面 有三個傳統政黨 一個就是中右的EPP 歐洲人民黨 一個是中左的社會及民主黨人 SMD 還有一個叫中間派 就是叫自由民主黨 就是ALDE 三個黨 通常來說 即是像加拿大的保守黨 還有NDP 和自由黨 是的 中間那個人 差不多了 你會看到第一個trend 就是什麼呢 正常來說 中左和中右 一般排第一和第二 正式中間那個 通常排第三 是嗎 是的 但是呢 今次的選舉 中右的歐洲人民黨 和中左的社會及民主黨人 一共損失了72席 那EPP由217席 跌到179席 S&D187 跌到153席 但是中間派 ALDE 即是自由民主黨 自由黨 由68席到105席 即是多了37席 這麼厲害 是的 即是那些 之前沒有做開 那些就有好處 六黨都好像上來了 是的 六黨就是另外一個 大有斬獲的政黨 由52席加到69席 即是17席 另外一個又是斬獲很多的 就是那兩個勁右的黨團 ENF就是右翼民族主義的 就由36席加到58席 多了22席 也有增進 是很大 都是普通的 也是普通的 另外一個主要由 Nigel Farage 即是脫勾黨 脫勾黨 領導的EFDD 就是41席加到54席 其實這個也是類似極右的 是的 你這裡已經看到一個trend 就是中間或者一直主導歐洲議會 那兩個大黨 就跌得很厲害 三十幾席 但是幸好中間那個 仍然在 所以中間始終都是大多數 是的 所以最傳統的三個黨 仍然是保持到100席以上 但是你會看到 中左和中右跌得很厲害 另外一方面就是極左和極右 就升得很厲害 又升了 是的 都是十幾到二十席左右 都是加了 當然如果我們看回傳統 即是個別國家來看的時候 德國你會看到 中右的機民黨和中左的社民黨 都由三十幾到二十幾 跌了 跌了到二十八到十幾 十二、三 差不多 那個percentage 然後六黨 六黨 升得比較多些 是 26和23 sorry 即是機民和社民 然後六黨 升到二十個percentage 成為第三大黨 還有它有個報道 就是如果你是三十歲 或者以下的德國人 有三份一人 即是三個人之中 有一個人投六黨 是的 沒錯 所以純粹是年輕人 相對來說 就是ENF 一個很重要的成員 就是德國的AFD 另類選擇黨 它就保持著十個percentage 沒有變 沒有變 可能略高一點點 但不太多 鐵粉 全部都是 如果你看回地圖 你發現海南式的AFD 的票全部都來自 德國東南 即是前東德 東南 Dresden 東德那邊 反而很奇怪 是的 然後 這個是德國的情況 法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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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黨又是升得很快 有十二個percent的支持率 又是第三 都相當高 又變成第三大黨 那頭的兩個黨 仍然是那兩個黨 就是 以前叫國民陣線 現在叫國民聯合 就是National Rally 即馬連勒庞的黨 今次是拿了二十三個percent 但是 但是 Emmanuel Macron 即是現在法國總統 那個政黨 他 不是輸得很多 他二十一個percent 即是少兩個 上次是贏幾個point 今次是輸幾個point 都是兩個point 都是兩個point 兩個叮當碼頭 其實可以 是否真的法國右翼興起 又不去到那個地步 你看到西班牙 那個情況更加奇怪 極右那個黨 仍然都是十個percent以下 仍然是社會黨是拿了頭的 西班牙 始終都是左的 當然他現在執政也是社會黨 剛剛過了他們的黨 社會黨都拿牌頭 英國 Nagel Farage的脫歐黨 一起手就拿了31個percent 是啊 已經是最大黨 向歐盟 即是擺明的 英國是要脫歐的 要脫歐的 要脫的 當然了 東歐的那些 就繼續是這樣 都是十多 這個 捷克匈牙利這些國家 仍然是那些percent政黨 是比較多的 但是意大利 意大利 Mardio Savini 是嗎 他也是percent 他好像在意大利做得不錯 所以其實 你看到 為什麼 右翼極右那批 有相當顯著的上升 很多其實就是來自 很多其實就是來自 哲克 匈牙利 意大利 這些地方 法國就可能升 一些 即21變23 上次總統大選 以及今次 歐洲議會競選的比較 所以其實 這次很多報紙都有提到 匈牙利 Victor 歐盆 歐盆 他也是公開的 所以其實 我想說 我想指出的 第一個點 就是 是不是極右 真的升得這麼厲害 我不覺得 但是它是升了 它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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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升了一個 相當的程度 但是如果你看完整個畫面 除了極右之外 極左都升得很快 是啊 但是極左 就似乎 比綠黨 似乎 佔最優勢 因為最主要是 年輕人多數都支持 這個Green Party 還有的就是 其實那些 左翼那批 其實是 consolidate 綠黨的樹 因為 因為左翼的 其實不只是綠黨 另外還有一個 沒有產選 就選擇 S&D 左傾 不過S&D 是中左 有一個在S&D 和綠黨中間的 就叫做 北歐民主 上下的名字 它也跌了這一期 所以其實 所以那些選民 是去了 其實是分開了 分開了 分開了一點點 所以其實這次 EU 選到之後 其實它的 Colidation Government 就不是兩個黨 可能去到三個黨 才搞得到 沒錯 這個很肯定 其實有幾個國家 我們也有提過 UK 其實是一個 挺特別的 沒錯 一出來就是31% Brexit 這個派對 這個派對 純粹 是要脫勾的 但是它是很短時間 分開了六個月 原來 支援程度 這麼高 即是它最主要就是 no deal 是吧 因為Colidation Colidation 就是保守黨 Theresa May 他們是想 negotiate 然後 其實始終 總要盡快脫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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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搞到 其實很大問題 初頭 他們 supposed 是三月尾 就要脫勾 三月二十九 三月尾就要脫勾 接著就改到四月尾 接著就改到六月尾 現在不是六月尾 最終就是十月三十一號 Halloween Halloween Halloween才搞 所以其實這個是對英國來說 尤其是保守黨 是一個 embarassment 是一個相當之大的 怎樣說 是一個失敗的例子 所以令到很多人 對他們失去信心 所以今次 這個EU 就是歐洲共同體的選擇 已經是下一次大選 一個指標 這個很明顯的指標 這個conservative 就是搞不定 但是它因為 十月三十一號之前 還未下一次大選 所以這件事 都是要保守黨接未的 不排除 不排除它會叫 不過這個我們下一節再說 但是我想指出的 脫勾黨的確 是很重的 一個之前都未選過 一氣過拿31%回來 但是也要留意另一個trend 就是流歐的政黨 支持流歐的政黨 都升得很高 我就想跟你說這件事 是的 自民黨 例如全英國 就升了大約12% 自民黨 即是Liberal and Democrat 那個叫什麼 Liberal Democrat Liberal Democrat 沒錯 那個是高了的 是高了 加上Green Party 其實是很著弱的 英國來說 Green Party的上升 就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 我會看兩個黨的結果 一個就是自民黨 另一個就是 蘇格蘭選的蘇民黨 蘇格蘭民族黨 他們只是在蘇格蘭 那些人的票已經拿了3.8% 當然 相對於全國來說 他可能只有幾個百分比 我用一個方式 因為我看過的表 就是這樣的 當然 這個Brizzik 就是31% 沒錯 他加上Euroskeptical 那裡 就是 再加上的部分 保守黨 會繼續脫勾的那一班 就大約去到44% 沒錯 那你說的蘇格蘭那個 也是在他們那邊 是嗎 劉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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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勾的 劉勾的 如果劉勾那邊 就是有一個Liberal Democrat 有Green Party 有你所說的那個 蘇民黨 如果劉勾派津 是繼續脫勾 那就應該一定脫勾 但問題是什麼 那兩個最主流的黨 就大跌 票大跌 劉勾是14% 如果沒有記錯 然後Conservative只有9% 甚至低於自民黨 自民黨是 20%多 不是 15% 15% 工黨13% 所以其實 為什麼呢 那兩個大黨反而弱 保守黨甚至跌到 好像不知道有沒有10% 9% 你會看到 那兩個大黨 其實我覺得是因為他們做不到事 要脫又脫不了 要留又留不住 就是那種情況 選民覺得 你做不到事 我幹嘛選你 但其實為什麼工黨 會主持留歐 是不是因為他的Leader Cobain 其實是這樣的 我們之前都分析過 其實工黨的情況是什麼 因為他的票員的緣故 所以工黨的主流派 是贊成留歐的 是 但是他的黨領 即Jeremy Colbyn Jeremy Colbyn 是一個極之傳統的左派 是 which is 他是會不認同 一些泛國家之間的貿易協議 比較年紀大的 就是泛國家之間的貿易協議 所以他是一些傳統工會成員 所以他是反對留歐的 which is 這些是他自己那一代的左派人士 是最反對的東西 就是自由貿易 你看我們自己國家說自由貿易 最反對的是什麼 工會 是不是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 工黨有一個gap between 黨領和黨員 因為黨員為了他自己要當選 他自己一般的年輕選民最想的是什麼 英國找不到工作 做到歐洲運 所以他們最需要 跟歐盟繼續有個關係 所以他們最贊成留歐的 是啊 但是因為黨領的緣故 所以就成為了一個gap 所以 其實 所以 所以工黨其實也是做不到工作 因為他們自己本身都沒有搞清楚 What do you want 其實歐洲共同體有很多事情 就是大家可以怎樣說 第一件事最主要就是 free trade 沒有tariff 是不是 還有一些人可以到處住 譬如UK來講 他在國外住的人 是全歐洲最多 他大約差不多有490萬人 在歐洲那裡住 其實他最有利益的 最重要的就是 英國這件事最有利益 另外一件事就是所謂關稅同盟 其實工黨一直都說一定要有 關稅同盟其實是什麼呢 歐洲 as a single entity 你的貨 由歐盟還是領土 就要給10%關稅 你進來之後 例如在英國還是法國還是德國 你由英國搬去法國 法國搬去德國不用稅 這個其實是一個挺好的做法 因為經濟是夠大 他們可以自給自助 所以當英國說脫歐 說要脫歐的時候 which is 會沒有關稅同盟的時候 你會見到一大堆公司 全部撤出英國 最明顯的就是日產 就脫出他自己在英國生產SUV的線 打算拿去法國 你看全世界很多尖銳的科技 全部是歐洲出來的 你看他本身歐洲的人的教育水平 很多國家全部 就是教育最高的幾個國家 全部都在歐洲 所以其實在資源方面 從你什麼角度來講 我覺得這個同盟 絕對是一個挺好的做法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譬如說很多人就會吹嘴 說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 給3.5億的 說這句說話出來的莊漢生 說錯了 今天已經被人告了 其實每個禮拜 都有2.5億的 但他當然預算 因為他是一個比較上 做得好一點的國家 他會給一些錢 每年就大約給50億磅 56億磅 但其實德國也是給很多 德國也是給120億磅 沒有的其實 你給了歐盟的 歐盟都會放回你自己的基建 你給了一些錢出來 其實很多國民 就算簡單說 有490多萬人 在歐洲的主體 在歐洲大陸工作 是有利益的 以及大家可以分別的資源 這個其實是無枉而不利的 當然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呢 我們還有2分鐘 我想很快的 一個項目就是 我想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什麼呢 歐洲的民意 越來越分散 是呀 你說得很適合 今次大選就知道了 對呀 當你每一天都看著網絡的時候 你知道 Facebook那些東西 都會濾出你不喜歡的想法 對呀 或者你不喜歡的想法 你會不喜歡它 於是你不會考慮其他的 於是 極右的繼續極右 極左的繼續極左 於是 最主要用社交媒體 做這類的事情 對呀 於是我和你聊不到 你明白嗎 於是 那些 那些政治理念 第一 越來越碎化 第二 就是 大家之間聊不到 不能妥協 民主有時候 就是需要妥協 找最大公約數 但你現在做不到這件事 於是就會變成很困難 對於英國來說 有一樣困難 因為現在英國經常說 我要再談斷歐協議 但你看到歐盟 你現在的議會 變成這麼壞話的時候 你要他們所有人 都同意那一個 脫歐協議 比之前更加難 其實最重點 都不是錢的問題 最重要 就是那些難民問題 如果解決那一個單一問題 其實歐洲共同市場 是可以繼續的 當然了 難民問題 但是我們一會兒說脫歐的時候 我們會繼續談下去 我們下一節回來 也會說一下英國的情況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上個星期 文翠先生辭職了 好哭 聲淚俱下 現在已經有一批人 打算代替他 究竟其實行不行呢 我們下一節回來 再跟大家再談過 這隻是台灣愛文芒 他是經過農藥檢測的 即是不含農藥 是用有機肥料灌鈣的 有機生果來的 而且跟呂宋芒不同 其實你看到綠的水果 混在那裡是附熟的 質感 是芒果的質感 跟蘋果芒是不同的 我是芒果的專家 但他又帶有一些 蘋果的香味 跟蘋果芒是完全不同的 現在可以在網上或者門市訂購的 你查一下網上 那些人賣很貴的 550元 我們是399元